我不是迫你做同志 反過來不要迫我做異性戀 為何你要迫我現在進入這個動く 希望能夠讓大家不要太失氣 希望在黑暗之中找到希望 他们为对方许下一生承诺 大家以后都会互相扶持 一生一世一起组织一个家庭 这张分书代表他们的婚姻关系 但在香港并没有法律效力 结婚也没什么用 所谓没什么用是真的没什么用 因为他们不承认 立法保障同性婚姻极具争议 会不会是同性争取的权利多了呢 其实不会的 因为二性恋的权利是在这里 现在同性恋的权利是在这里 同性恋要的其实是大家对等 一、二、三 一、二、三 她可以展认她很坚定 很辣的一面 我觉得她很仔细 很细密 她看的东西 对不对 好的 婚姻在我的生命里面 一起是一个家庭的感觉 一个结婚姻的结婚 很圆满 很结婚的 我的感受是很鼓励的 很忍耐的 还有很有盼望的 四年多前 Abel和Shirley在外国注册结婚 他们是在香港读大学的时候认识的 我发觉这个人挺好玩 挺好谈的 所以我开始多久跟他谈 多久跟他谈 发觉原来我喜欢他 于是我就有点硬地 就射了他的一口 然后我就吓死他 吓死他之后 他就像拍戏那样奪门而出 奪门而出之后 我很快就发现我是孔童的 我又接受不了自己的孔童 于是我就 就想了一会儿 那么大打击的原因 是因为她是女孩子 那女孩子都是一个人 Shirley后来和Abel拍拖 但是因为始终接受不了 同性恋关系 一个月之后就分手 和Abel分开了十一年 那我自己觉得 都给了很多机会自己 可能在某一些关系上 很难真正了解到我自己 可能是两性之间的分别 和Abel一齐比较有连结 由当初恐惧同性恋 到现在自己都缔结了同性婚姻 Shirley感觉到社会 慢慢开始接受同志 我觉得社会 现在对同志的看法 是好像发紧牙 那样 就是他们刚刚开始 认识这个议题 其实这个议题 就很久了 不过 可能加上互联网 很多东西 现在变成多了人 多了人留意这些事情 中生平等 无所欺事 无所欺事 每年同志团体都会搞游行 Belle和Shirley 过去几年都有去 其实我自己的内心 都有一点害怕 因为我第一次 我第一次参与游行 第一次参与同志游行 会不会被人认识 人家会怎么看我呢 我初初的时候是这样 他们一直没有向父母出轨 很担心 父母提新闻的时候 会见到自己 直到几年前 他们决定结婚 终于向父母坦白 自己的性倾向 我们之间的感情 去到某个位置 我觉得都稳定 而且大家是愿意想 继续走下去 这是一年 然后这是一三 是一三年 对了 他们打算准备结婚 但准备准备了这么久 我们最后一四年 香港法律上 并不承认同性婚姻 令他们找婚礼场地时 遇上困难 结果用了几年时间 才结成婚 2014年 他们到加拿大 温哥华注册 并获发当地的结婚证书 但这段婚姻关系 始终在香港不被承认 跟这个人在一起的时候 我发现了原来 这件事很重要 后来我再演变 就发现结婚也没什么用 其实那时候 sorry 所谓没什么用 是真的没什么用 因为他不承认 在同志婚姻议题上 台湾在亚洲地区 可以说是具指标性 2017年 司法院大法官释宪 宣布文法没有保障同性婚姻 是违反宪法 要求两年内修正 或者制定相关保障同性婚姻的法律 去年年底 九合一选举的时候 举行的公投 有反对同性婚姻的团体 提出一项公投议案 是否同意文法婚姻规定 应该限定一男一女的结合 有过半数 七百六十几万人同意 而由同志团体提出 是否同意以文法婚姻 保障同性婚姻的议案 同意的人 就只有近三百四十万 我们作为一个小众 我们现在在挥的权利 现在我就好像在 求你 问你 问准你 我的权利能否得到被保障 我觉得很搞笑 相比台湾 香港要承认同性婚姻 更加遥遥无期 他们不能享有一般夫妇伴侣的权利 好像一方离世之后 同性婚姻伴侣不能继承遗产 2015年的时候 我已经决定和他继续 那时候我去律师楼 他就叫我们 很简单 就写一些句子 直接说 是什么什么名 那就算了 不要说是否他是我妻子 什么都没有说 他说你这样有很多东西咬的 结婚之后 我发现原来我是要 用额外很多的 可能资料搜索等等的东西 很多的精力 金钱来到去保障 本来应该不用这么多步骤的东西 我觉得是有点吃力 学者孙耀东 研究性别议题超过10年 2017年 他参与香港大学法律学院 就市民对同性婚姻的看法做研究 访问了1,400多名市民 结果有半数人赞同同性婚姻 比2013年同类调查高出十几个百分点 約七成八受访者认为 同性伴侣应该享有 二性伴侣所有或部分的权利 可能以往只想同志会去葡萄 但近年的时事讨论 会令到大家想起 同志其实都是有同志的工作 在生老病死时会遇到的问题 民意是越来越支持同志 同性伴侣的权利 得到法律上和政策上的保障 调查也问到 对立法规管性倾向歧视的意见 结果有六成九人支持 比2013年多十一个百分点 主席 今天是立法会历史上第一次正式立案 去讨论制定让同志替结伴侣关系的政策 去年年底 立法会议员陈志全 动议辩论有关同志伴侣的政策研究 你用什么政策 你用行政措施 你用立法去处理 你都是要处理 你都是要进入去研究 不是说一句说我反对同性婚姻 那你就可以删了门 我认为一旦这个一夫一妻 一男一女的婚姻制度被打倒 应该会引起社会剧烈的震动 议题是未获得 议案最终未能获得通过 我宣布议案被否决 我觉得是这种恐惧 而那种恐惧不单是一种文化上的恐惧 背后也有很多经济和政治的角力在后面 我之前试过排毒木舟 在这里一路出到塔门 中学之后 身边的同学都会认识女孩 去拍拖 唯独是我 因为喜欢男孩 没有认识女孩 没有拍拖 他们又会觉得很古怪 他们会感觉到 你是不是喜欢男孩 会取笑 会有些欺凌 言语上可能会说你死基佬 我可能会有些朋友 一起出来做运动 渡木舟 踩单车 令自己没有那么大压力 几年前 Egger在工作的时候遇上Henry 无据社会对同志的看法 两个人开始拍拖 我喜欢男孩 我也是喜欢男孩 我们是一个很平凡的一对夫妇 结了婚 但原来平凡得来也很不平凡 始终香港人对这方面的接触很少 想值个机会告诉别人 其实不是外国人 其实你身边 可能你的儿子 可能你的好朋友 你的同事 你的上司 你的下属 其实都可能是一个同志 只不过 因为他害怕 他不知道你会有什么反应 所以他不敢跟你说 但那些就没办法 浪费了那些 Egger和Henry 前年在外地註册结婚 第二天 他们在新居搞入伙派对 不少朋友都有出席 他们之前在香港的婚宴 这个是Jeannie 是我在教会的God mother 这个是她的先生 我的God father Wilson 这个是我的best friend 都是我结婚的伴廊 当我们走进去教堂 那一刻 我们看到整个教堂 坐满了 都是我们自己的朋友 自己的亲人 那一刻很感动 我记得我们差不多 整个婚礼 在教堂里面 那几钟 我们都是哭着进去 哭着走 没有停过 这样哭 Wilson 未认识Egger之前 对同志认识不多 认为社会 在讨论同志议题之前 可以了解他们多一些 认识 那个题 你赞成还是不赞成 就可以咬了架 打了架 我觉得 为什么不可以认识 才再去讨论 那件事 尤其是 我看到Henry和Egger 两个 真是很有爱 和很有这个 想一起生活的理想 结婚之后 Egger和Henry的家人 不时都有聚会 你吃不吃 我先咬一口 我怕很热 很热 很热 我帮你煮 我老公 他其实一次过 跟家人说 我结婚了 但我结婚的是男孩 是女孩 他爸爸妈妈 就知道 因为我爱我的儿子 所以我都会 和别人 也爱他身边的人 Henry的妈妈说 一直都对同性戀持开放态度 但当知道 儿子是同志 都要一段时间去接受 如果我的儿子不是这些人 而社会讨论这个问题 我自己是会 无言自以 都会觉得我会支持 加上如果自己身边的人 都是真正接受那种 适应他的时候 我觉得我是要 有那个要 调节和调整自己 他支持 争取立法保障同性婚姻 我们不了解他们的心理 和心理上的需要 所以导致我们的那种 封建 甚至乎不接受 但如果当我们 正去了解他们的 心理和心理的发展的时候 我觉得其实 同性婚姻 和異性婚姻 原来真的没有分别 去年 有多宗有关 同志伴侣权益的 司法复核案 正在审理中 例如有公务员 就着同性配偶福利 而打官司 亦都有海外註册 已婚同性伴侣 以家庭名义 申请公屋被拒 而提出司法复核 我很欣赏那些 愿意大头司法复核的 同志朋友 因为 其实 他们所争取的 不只是为了自己 将所有人 特别是同志朋友 应有的权益 要去争取的 所花的心力 时间 精神 这么大的重担 就放在他们的几位身上 我觉得他们是英雄 另一张是Egger和Henry 在英国注册的结婚证书 但回到自己土生土长的香港 这一纸分书 未能保障他们作为 同性婚姻配偶的权益 他们同意 司法复核是唯一的出路 会不会是同性争取的权益 是多了呢 其实不会 因为 譬如说 异性戀的权益 在这里 现在同性戀的权益 在这里 同性戀要的 其实是大家对等 香港三权分立 行政主导 行政很多时候都很停滞不前 在立法会那里 亦有很多恐童的议员 他们都很不愿意去做 这个立法的咨询 所以唯一去做的 就是在司法方面 作词 漫画的其中一种 最重要的作用 本身 他天生出来 就是一个怀疑者 对于所有的东西 都是提出一个质疑 或者是另外一个角度去观察 四十年来 由八十年代 中英谈判香港前途问题 引发移民潮 回归之后 香港人经历沙士疫潮 政改争议等等 一幅又一幅 气笑怒骂的漫画 都是出自他的手笔 令香港人苦中作乐 笑中有类 他是政治漫画家尊子 今集经纬人物志的主角 尊子的真名是王己君 七十年代 在中文大学修读艺术系 他在1978年毕业 第一份工是在中学教书 但只是做了一年 就决定投身画政治漫画 我的大致是做笔家索的 做一个国际知名的艺术家 大学里面都是因为 和其他学生会的朋友接触之类 于是便关注社会的情况 自己读的是艺术 两者如何结合艺术 和一个社会之间有什么关系 尊子出道的时候 正值中国推行改革开放 加上香港前途问题 身处大时代 为他带来圆圆不绝的创作灵感 比较集中是画中英联合声明的形成 基本法的形成 中间有很多争拗 其实花很多蝙蝠会做这件事 中间插入一些民生上的问题 整个大历史来说 都是某一些片段 但总体来说 都是一些大时代的东西 影响了整个地方的进程 但是说香港的九七回归之后 似乎的情况 香港其实是一定程度上 变成为一个 反映中国的进程的一个放大镜 其实画香港的问题 很多时就反映到 中国的领导人的思路 或者看法 虽然我自己画了这么多年 发觉领导人有改变某些方向 但是整个历史的进程 就不是领导人一个人画了事 迷世的观察里面 当然会利用了他们的特性 邓小平那些 比较沉默寡言一些 但是他一出声的时候 就会是天崩地裂 或者很大的震荡 江泽民那些 这些海派的风格 很喜欢威 喜欢讲英文 大家都在电视里面 看到的形象 或者一个概念 将这种东西 结合到社会上发生的事 其实就可以制造了很多 笑话出来 事实上在我画 画了一段时间之后 有一些国内的漫画家 一段时间之后 他就会告诉我 喂 共产党不是这样玩法 你小心点 将来你会知道 现在你会很自由 但将来未必是这样的 喂 大家的 一带有陆游舞 一带有陆游舞 去年年尾 专指在浸会大学搞画展 展出大约300幅作品 是回归以来第一次 这一格空白 是第一格 特区首长 是 有些禁忌 你说的 拉来拉来 我说了第一句 第二句你说 改革开放四十彩 小平灾花 集平就座 根平座 根平座 好 林法仪式 正式在这里 好 对民主的打击 或者是拘捕民民人士 假短时间又出现 假短时间又出现 新民自由 是假短时间又有打压的情况出现 不断是循环 以近年香港的发展来说 很多事大家都很阴满 就是很多挫折 除了你画漫画去讲一下笑话 也希望能够通过漫画 让大家不要太过洩气 或者希望在黑暗之中 找到一些希望 由23岁画到63岁 专指说 近年刊登政治漫画的媒体 越来越少 言论空间日趋收窄 不过他说 就算环境再恶劣 都会继续画下去 其实我觉得所有自由的限制 都是一条橡筋 当有很多人一起 将一条橡筋抬得很松 你中间的空位就会很大 但大家都不出声 大家都坐在那时 那条橡筋就会缩得很紧 我不会觉得是最坏的时代 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 就会是最坏的时代 但如果我们做的话 现在的时代 可能是一个我们翻新的时代 请不吝点赞